所以大家不用抄筆記沒關係 不過我沒想到選修的課同學這麼多 那剛剛的那個吳醫師你們如果有看電視的話 他有時候會上電視嗎 各位有在電視上看過剛剛那個吳主任的 有嗎 有人有看過嗎 這樣子 OK OK 他是我們之前的睡眠中心的主任 那我是現在的睡眠中心的主任 那我們來講睡眠的測量 其實這件事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我會帶比較快一點 我們這麼說好了 對於睡眠這件事情 各位同學真正在意的是什麼事情 因為各位都是考進來一學習 所以一定都很會念書 所以你們一定都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念書 或者說有看到同學搖頭 應該是說除了念書以外 剩下還有更多的時間可以休息 那所以呢你真正在意的是什麼 比如說最好是我通通不用睡 然後呢我精神還是很好 我也沒有任何的併發症 然後呢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不過大家都知道不太可能 因為睡眠是什麼 我們這麼說好了 如果你把你的時間 拉到一萬年前來思考的話 睡眠的話對一個動物來講 是不是很危險的時候 很容易被吃掉啊 東西被搶走啊 可是呢為什麼還是要睡眠 居然要佔三分之一的時間 所以呢這個有很多的問題呢 很多你的身體的一些狀況 你必須透過睡眠呢 才能夠把這些東西 其實有一些我們 我們今天就會來談的是就是說 這樣的睡眠呢才叫做夠的 那所以呢當你睡不夠的時候呢 你真正在意的是什麼 比如說各位同學現在都還很年輕啊 所以你們睡不好的併發症呢 大不了就是白天精神不好而已 還不會出現太多的併發症 那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談呢 可能會有哪些的併發症 那有一些呢已經在工作擔心工作的表現 各位同學如果沒睡飽大不了 除非明天要考試 怕會表現不好以外呢 頂多就是上課打喝水而已啊 在大學上課打喝水 我們不會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要來思考呢 最常見的睡眠疾病 實際上大概就是這兩個 那我們今天談睡眠的測量呢 我們就會很多會繞著這些來講 那睡眠的這兩個問題 各位覺得哪一個比較 你覺得就你的印象中 這兩個問題哪一個的 佔的百分比會比較高 失眠 可是呢我們今天會要討論的事情就是說 你們覺得那這兩個病是 有沒有什麼關聯性 或者說你們我們這麼說好了 我們這樣問就是有關聯性 那有關聯性你覺得大概佔百分之多少 我們要這麼說大概佔一半 可能說哇這麼厲害 我還以為只有失眠就失眠 呼吸中止就是呼吸中止 各位有聽過睡眠呼吸中止這個毛病嗎 有啦因為這幾年的媒體報章雜誌談的比較多嘛 我們簡單來講就是說 過去我們也都認為反正失眠就是睡不著 或者是呢睡覺一直醒過來 或者各種的 那睡眠呼吸中止的人呢 常常認為他的 他絕對沒有失眠的問題 因為呢他們 因為這些人呢 是在睡覺的時候呼吸出了問題 呼吸出了問題呢 你的大腦為了要讓你可以呼吸 就不斷的把你從熟睡拉回潛睡 所以這些基本上他是睡不夠的 所以呢他甚至會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入睡 那你說這兩個為什麼有50%的相關性 如果你是統計上會發現呢 失眠的病人 長期需要吃到安眠藥的病人 大概有一半的人 是先有睡眠呼吸中止 才跑出來失眠的問題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不太好呼吸 睡覺就會堵住 你的大腦不斷把你吵醒 在這個階段呢 他還是屬於睡眠不夠很容易入睡的 可是今年累月 五年十年 越來越久之後呢 你每一次不斷的被拉起來 你的交感神經會興奮 久了之後呢 焦慮的問題會越來越明顯 到最後呢 焦慮的問題 超過想要睡覺的疲累感 就會用失眠來表現 所以呢 針對一個人 如果做他失眠 你第一個 腦袋一定要去思考 不要只覺得說 你就是各種的什麼工作啦 家庭各種環境的問題 搞不好你是睡眠呼吸中止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會講到很多的測量呢 很多東西的測量 去測量睡眠的話呢 就會跟睡眠呼吸中止是有相關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問題呢 是比較容易改善的 所以你把這個問題處理好 你可能就處理了一般失眠的病人了 那睡眠需要測量嗎 你說當然需要 不然我們就不用上這個課 那我們測量會這樣分喔 會分主觀跟客觀的 因為其實睡眠這件事情呢 一個人覺得他睡得好跟睡得不好 有很多的程度是主觀的層面 那我們先問各位好了 你們覺得一天要睡多久才夠 9個小時 12個小時 可是我相信各位一定都沒睡那麼久 我們這麼說好了 當然這裡會有統計嘛 這個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一般的狀況 小朋友剛出生大概大部分整天都在睡 醒的時候吃完東西大部分都在睡 然後青少年還是 其實我們大家如果這樣看 你會發現喔 你的青少年時間的那個時代呢 睡眠時間都不足嘛 大家一定是一路從國中高中 然後一路過關斬將 然後犧牲很多睡眠的時間來念書 那當然有一些真的是太聰明了 真的不太需要念書 也是可以考得很好的 那個畢竟是少數了 所以呢 青少年的睡眠實際上都是嚴重不足的 那各位的睡眠 可是你說睡到這樣的時間 是不是代表就夠了嗎 其實不是喔 我們時間是一個 因為如果說你的時間呢 遠低於這個時間 或者是遠超過這個時間 我們都要去思考你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怎麼評估睡眠的品質喔 各位覺得應該怎麼評估 你會看什麼說算時間 可是算時間以外呢還有什麼方法 看國內的修身 有同學說時間的精神 其實喔沒錯喔 看精神 可是呢 當然啦 這個都是大家好像印象中知道的 比如說因為睡眠的品質 包括什麼 入睡呢30分鐘內大概就可以入睡了 各位同學有沒有人躺了30分鐘都睡不著了 唉唷哇 還在少數啦 在我這個年紀 超過50歲的可能就會比較多了 那 那還有呢 半夜會不會醒過來 那或者呢 醒過來會不會不好入睡 然後呢 可是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我們有一些量化的標準 比如說呢 各位同學 這個都是讓大家有一個印象就好 因為有很多的問卷 那這些問卷都是因為發展很久了 然後做了很多全世界的各種的 各種的一個比對 各種研究 比如說一個很有名的叫做什麼 批茲堡的這個睡眠 我們常常簡稱什麼 PSQI PSQI 這樣子的一個簡稱 這個的重點是看你的睡眠品質好不好 那這個問下來的內容其實蠻多的 他會問你什麼時候睡覺 什麼時候醒過來 然後大概睡多久 然後反覆問一些相關的一些東西 包括打呼啦 包括這些各種東西 這個是呢 整體評估你的睡眠的品質 就是說我現在都不知道你的睡眠品質好不好 我只問你每天都睡幾個小時是不準的 那問你白天精神好不好呢 問的不夠詳細 不夠清楚 所以我們就會弄一個問卷 那如果呢 好啦 那如果不要那麼複雜的問卷呢 那有時候我們就會問一個很簡單的 比如說在看門診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一個自我評估的一個問卷 就是這些 各位同學都可以看一看喔 你這些是不是全部都勾是呢 還是都勾佛呢 比如說會不會白天很困啊 常常焦照不安啊 很難入睡啊 然後躺很久啊 就一路勾下來 所以有兩個以上就要小心了喔 各位同學會不會 搞不好都有超過 OK 這個是一個 然後呢 還有什麼東西 因為剛剛這個是一個檢疫的 你說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簡單去看一下 這個可以讓你大概知道一下 那還有一些呢 我已經在 這個人已經是在規律的看 不管是睡眠的門診 或者一些睡眠的心理師的諮商 或者自己想要評估每天每天的變化 我們就會做什麼 有一個叫睡眠日誌 就好像寫日記一樣 那所以呢 這個就會 通常這個會做一些 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睡覺 因為這個要看的是長時間的比對 那長時間的比對要跟什麼來比對 跟你的日常作息 比如說你的運動量 比如說呢 你的你有沒有在用什麼藥物 或者最近有沒有生病 還有呢 你最近有沒有去不同的地方 去旅行 或者是做這些東西 這做比對 這個時候呢 因為常常有做記錄 我們才會事後才比較容易找原因 然後找改善的方法 那當然 那另外呢 就是什麼 睡眠的偏好 因為齁 我們其實實際上也發現 這個跟基因有很大的影響 有的人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容易 就是容易 他喜歡早睡然後早起 然後有的人呢 就晚睡晚起 那各位呢 我們各位好了 你晚上在11點以前 就上床睡覺的舉手 沒有 OK 好 那 所以 到 過12點才上床睡覺 過12點的 12點以後的 OK 那還有一些是還在補眠 沒有聽到這樣 OK 那各位覺得齁 其實我們現在睡眠受到干擾一個很大的影響 各位覺得是什麼 光線 如果各位之前 之前有其他的老師有講過光線 或者說你可能了解 我們的生理時中一個很大的影響是光線 你也可以這樣想像 我們大腦設計我們如何睡覺跟覺醒的設計 絕對不是根據現代 你想一萬年前好了 你想一萬年前 什麼時候天就暗了 就大概六七點 那晚上再怎麼亮 最多就是月亮而已 月亮再怎麼亮都不夠亮 那個光度都太低 所以呢 你可以 那我們這麼說好了 所以呢 遠古時候的人類 可能從六七點 一直到早上五六點 將近十個小時 十一二個小時 都是很暗的 所以你們認為遠古時候的人類都睡那麼久嗎 沒有 有人從一些壁畫來 有些就會發現 遠古時候的人類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討論睡眠的問題 我們會有時候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說 睡覺是不是要一次要睡的 因為現在的人大部分不是 需要睡太久的人相對比較少 那大部分很多都是會來門診求診 很多都是因為睡的時間不夠長 他覺得說只能睡五六個小時而已 他就醒過來就不容易入睡 所以大家會很在意就是說 能不能一次睡夠久 可是如果你去看遠古時候的人類 因為六七點以後天就暗了 所以他們就發現 以前有時候會怎麼睡 他會睡一個上半段的 睡一個三四個小時 然後起來活動兩三個小時 下半段又繼續睡 反正又不用考試 又不用做什麼 你只要以前的 你只要吃得飽就好 只要吃得飽 不會被野獸吃 或者東西不要被搶走 就OK了 所以現在我們在看睡眠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自然而然 人類就會發展出很多不同的睡眠的模式 就是這樣 有的人就是偏早睡的 然後有的人就是偏晚睡 所以這個時候 找到適合自己睡的方式 有可能就是一個 你的睡眠的效率就會比較好 好簡單來講 好 那剛剛講的是一些一般的睡眠 那睡眠不足的停估有什麼 這個就會有一個呢 其實是很有名的 那叫做什麼 EBWAS sleepiness scale 他實際上就是八個問題 那每個問題從0到3分 所以呢 分數越高越嚴重 代表就是說白天試睡的問題越嚴重 各位各位看看 這個中文版是已經validation過了 這個原來是國外的 不過這已經跟 合乎我們台灣在使用的 中文的一般使用 所以你就可以根據這樣打個分數 10分以上你就要小心了 10分以上可能就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這裡就慢慢牽涉到一件事情 我們什麼叫做睡眠夠 睡眠品質好不好 就像剛剛同學提到的 白天精神好不好 那你說白天精神好不好 一個是用問的 可是呢 我們有時候常常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白天的事情都很多 尤其呢 現在3不5時都有手機來提醒你 來提神 不管你是打電動看影片幹嘛幹嘛 所以呢 你如果問一個人白天 他會不會有試睡的問題呢 其實這樣是不夠精確 我們 所以呢 有時候在醫療上面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會把我們會問一個人是什麼 在輕鬆 枯燥無聊又輕鬆舒服的環境 這個時候是不是精神飽滿才叫做有睡飽 好 好 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是這樣子 因為呢 你有太多事情會轉移你的注意力 比如說工作上面 或者你在做的這些要高度專注的時候 除非你體力不好 不然你大概還是會精神飽滿 尤其呢 睡眠有問題的人 他其實相對焦慮的問題比較明顯的時候 他會變成白天有事情忙的時候呢 精神特別好 情緒甚至比較急躁一點 精神特別好 所以要把它放在呢 枯燥無聊沒有事情很舒服的時候 很多就是什麼時候 中午吃飽飯的時候 或者是晚餐吃飽飯的時候 就是你閒錢沒事做的時候 所以在醫療上面呢 當然現在這個大部分是做研究的 他們就會把人關在一個昏暗的房間 沒有什麼東西會引起他注意力 然後左右各一個燈號 然後給他兩邊左手右手各一個按鈕 亮一個左邊的燈你就按左邊 右邊就按右邊 然後看什麼 看你的反應時間 標準的話應該在0.2秒以內 那很多人呢一開始都沒事 10分鐘後就不行了 10分鐘就開始變慢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很多人開車 在高速公路或方車 實際上都是試睡的問題 太枯燥無聊的環境 那開車他已經開了十幾年 對他沒有不太能夠引起他的注意力 這個時候就會開始想睡覺 所以試睡有沒有試睡一次 所以呢如果你再放在枯燥無聊 又舒服的環境 你精神都還是很好 那基本上我們會認為 你大概睡眠的品質還算不錯 那背後的原因就有這麼多 這些原因包括是 本身失眠的問題 各種原因的生活 這種的原因 然後還有一些呢 各種的疾病 實際上身體有各種疾病在進行的時候 都很容易睡不著 那除了這些以外呢 這些以外就是說睡眠本身的問題的話 一個很常見就是睡眠的呼吸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稍微介紹 那當然這個Sleep Architecture 這個之前別的老師有跟各位提過了 你們大概都知道 簡單的就是睡眠是有分週期的 那睡眠分週期的話呢 我們就會分什麼 我們就會分所謂的快速動眼期跟非快速動眼期 這個錶只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什麼事情 就是呢 紅色的快速動眼期大概佔四分之一 快速動眼期是什麼 就是呢 全身肌肉的張力降到最低的時候 簡單當然就是把你的手拿起來 放掉就掉下去了 就跟中風一動也不動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上呼吸道的肌肉也跟著變鬆弛 所以快速動眼期的時候是很容易發生什麼 呼吸道的阻災發生睡眠呼吸障礙的時候 那我們做夢的時間呢 很多也都發生在快速動眼期 當然並不是現在的很多研究人認為 也不一定只有在快速動眼期才會做夢 我這樣問各位好了 你們晚上睡覺 比如說一個禮拜有超過三天 都知道有做夢的舉手好了 睡覺都 你可能很快就忘記內容 可是呢 你會知道好像都有做夢 我們應該這麼說 我們睡覺是一定會做夢 可是理論上呢 如果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夢 那就代表什麼 你在做夢的時候有醒過來 簡單的就是這樣 比如說呢 人家做研究就發現 因為很多都發生在快速動眼期嘛 所以他正在做夢的時候把他叫醒 他就會記得很清楚 那就代表說你在做夢的時候 有曾經醒過來 只是呢 醒過來的時間非常的短 所以他並沒有進入記憶 所以你不知道你醒過來 可是你知道你有做夢 雖然內容很快就忘記了 那各位同學我問一下 有沒有同學睡一睡有鬼壓床的經驗 我也有啦 好 OK 那你們覺得鬼壓床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上課我們就不討論怪力亂神的原因 我們討論科學上可以解釋的 鬼壓床是什麼呢 就是你醒過來的 你發現你要動 結果一動也不動 那很多就會發生在什麼 很多就發生在Rain Stage醒過來的時候 那為什麼會醒過來 我們剛剛提到 有很多人是正在做夢的時候 或者呢 簡單來講就是那個時候呢 你的上呼吸要相對是容易阻塞的 那如果因為各種原因 不管是肥胖啦 鼻子的問題的髒口呼吸 或者先天結構的問題呢 你在睡覺的時候呢 堵住的時候沒辦法呼吸 那理論上是這樣子 我們醒過來應該是肌肉的髒力 跟你的大腦體脂呢 同時醒過來 所以你醒過來 肌肉髒力恢復 你就醒過來嘛 可是萬一什麼 萬一你呼吸出了問題的時候 你經常會什麼 我們常常會在腦波會看到Arousal 就是醒過來 那這個時候萬一你的大腦體脂先醒了 可是你肌肉的髒力呢 來不及恢復 那就很可怕 那就是鬼壓床的經驗 那常常有時候會這樣子 有時候會有的會說那個旅館 就說那個角落的那間特別不乾淨 十個客人有五個都說 看到都覺得被鬼壓到 那我們怎麼解釋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那個房間可能有一些環境的問題 可能空調 也許是有一些發霉 或者各種的問題 這些東西很容易會影響到 我們的上呼吸道 所以在那個房間睡覺的人 很容易發生睡眠呼吸障礙的問題 所以比例相對就會比較高 所以並不見得說 一定是跟什麼其他的關係 那當然睡眠的很多疾病 有一大堆的問題 咖啡色的這個指的就是跟 睡眠本身的問題 這個什麼 Disomnia 那包括insomnia 包括這些Selibamia 那我們就來看 我們剛剛提到的 睡眠 失眠跟睡眠呼吸中止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 睡眠的品質 試睡的問題 那有沒有針對 睡眠呼吸中止的一個問卷的測量 也有 就這叫做柏林問卷 那這柏林問卷呢 你會發現這裡就問比較多 關於打呼的關係 打呼的問題 呼吸的問題 然後呢 到底 那我們這麼說好了 你們覺得打呼的話自己知道嗎 正常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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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們的病人 大概我們在看門診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是被家屬壓來看的 我們通常走進來 我們就發現 因為男生打呼 比女生明顯的多 所以通常進來就是一個 一個走進來就是 一點不是很甘願的表情 他後面就跟著他老婆進來 然後呢就是因為他實際上已經被 已經被好說歹說 講了三年五年了 終於跑來看診 因為很多都是老公睡覺打呼 會吵到老婆 實在是太吵了 那老公說不會啊 我又不會打呼 那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實際上是有東西可以記錄 我問各位好 你們睡覺有用東西 在做自己睡眠記錄的舉手好了 現在應該稍微多一點了 前幾年都很少 你可能用手機 現在都有手機 都有一些什麼 錄音的軟體可以記錄 或者說用一些手環 我們今天在後面也會跟各位介紹到 所以我們現在慢慢就來討論這些 跟睡眠呼吸相關的 這個叫做什麼 發生是不正常的呼吸 一個是停止呼吸 一個叫做Hipomia 叫呼吸不足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叫呼吸覺醒 我們叫做 Respiritory Effort Related Arousals 這指的就是說 你還有在呼吸也沒有缺氧 可是呢 因為呼吸太費力了 所以你就不斷的覺醒 這很多人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因為我們今天 各位都還是一年級 我們不會講太深的一些東西 我們簡單講的就是說呢 我們要去確定睡覺有沒有不正常的呼吸 所以病人應該要來做一個睡眠的檢查 那這樣子的一個睡眠的檢查 就是好像躺在床上貼了很多東西 各位有同學去做過這個檢查嗎 有做過這種睡眠檢查的舉手嗎 都沒有 有看過這樣子的嗎 實際上就看過的 還沒啦 那之前你們有 那個康醫師有來上過課了嗎 所以有講到這樣的東西 沒有 OKOK 好 我們給大家很快看這個圖片而已 因為全部看完我們就不用上課了 因為他貼完一次就半個多小時了 所以我們就用快轉的 你會發現他會先做什麼 貼簡易腦波 所以要先定位 要塗磨砂膏 然後再來把它貼 因為這個這樣導電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貼什麼 眼洞圖 再來呢 貼這個下巴會看有沒有打呼的 然後腳上會貼一些偵測 看睡覺腳會不會亂動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身上會背一個 有綁 胸腹部有一個帶子 看你呼吸的起伏 然後手上呢 還會夾一個血氧的偵測器 還有心電圖喔 然後呢 各位同學就說 那怎麼睡啊 沒錯 所以你看 然後呢 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 我們要確定這個訊號是正確的嘛 所以呢 我們就請病人躺在床上 叫他做動作 比如說呢 憋氣或是呼吸 看一下呼吸的問題 然後呢 叫他做什麼 叫他閉眼睛 打開眼睛 眼睛動一動 我們要看 因為我們要測 那個眼球的轉動 然後呢 做他嘴巴用力 或放鬆 看一下肌墊圖 做這些 我們確定訊號沒問題之後 才開始做檢查 那各位覺得這樣好不好睡 不好睡 不好睡 沒錯啊 我都去做過檢查 我大概好幾年前去做過 就是體驗一下 我記得做一做終於結束了 就是做一做醒過來 覺得以為要結束了 可以回家了 一看手表才兩點而已 簡單來講就是不好睡 大部分呢 10個有9個病人都說不好睡 那你們覺得不好睡 做出來 針對睡眠呼吸中止 他會高估嚴重度 還是會低估嚴重度 各位覺得呢 高估低估 我這麼說好了 簡單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過去大家都認為很可能會低估 你這樣想 你醒著躺在床上 絕對不會有呼吸中止 對不對 醒著絕對不會 你那時候呼吸有問題 那是別的問題 所以醒的時候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睡得越熟 越放鬆 越會有呼吸中止 那在醫院 比較放鬆還是在家裡 大部分是家裡 尤其醫院貼那麼多東西 所以呢 這些檢查貼這麼多東西 會讓病人警覺度比較高 所以做出來結果實際上是會怎麼樣 會低估嚴重度 就是說你在家裡可能更嚴重 在醫院做出來 因為睡的警覺度比較沒那麼嚴重 不過我剛剛為什麼這樣講 過去我們這樣認為 那是因為我們最近我們自己做的研究 我們就去比對 我們在病人身上 切一些穿戴式裝置 我們去記錄 在醫院跟在家裡睡眠的差別 結果我們發現 大概有四成左右的病人 甚至相近一半的病人 在醫院做檢查的嚴重度 反而是高估 在家裡反而沒那麼嚴重 我們讓病人真的在家裡 我們用檢疫的 等一下後面會跟各位同學介紹 在家裡做檢查 反而嚴重度比較輕 在醫院比較嚴重 你們覺得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是最近才準備要發表 這個是目前世界上還沒有做這樣的研究的發表 就是比對 就是說居然是高估的 各位同學有說壓力或者是不好睡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會高估 為什麼 其實我們一開始看到這個數據也很驚訝發現 怎麼跟我們的設想不同 後來我們再去看一些其他的原因就發現 這個就解釋得通了 你們覺得是什麼原因造成在醫院做檢查變嚴重 因為如果說是壓力大睡不好 睡不好應該比較緊絕 比較不會呼吸中止 太冷 太冷應該也還好 太冷就睡不著了 就過來 不是太冷 還有沒有什麼原因 有東西壓著 應該也還好啦 你們覺得跟一個參數有關係 一個 床的大小應該還好啦 床的大小 不過床的大小搞不好有差 床的我們這樣講 床的 實際上跟檢查本身有差 你們覺得你想看看 身上貼了那麼多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阻礙 阻礙 對沒錯 阻礙到什麼 阻礙到半身 對啦 同學講到半身 真的 真的是半身 因為我們真的去統計同一個人在醫院睡覺 同一個人 因為他在家裡做好幾天的居家的檢查 在醫院做一天 我們去比較 這些在家裡 跟在醫院 在醫院被高估的人 都是因為在醫院的平躺的百分比變高 因為他這個有測你的姿勢 在家裡我們也會測 所以我們真的發現 因為在醫院貼了那麼多電線 導致病人不好 不方便翻身 然後結果他就高估嚴重度 那你說那這樣到底在醫院到底是高估還是低估 所以實際上很嚴重你就要去看 他是不是平躺的百分比很高 那因為在家裡有可能是可以自由翻身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躺著的時候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左邊是最正常的 右邊就完全堵住了 沒辦法呼吸了 那當然 臨床上面我們會這樣看 我們有一個睡眠呼吸中指的指數 叫做AHI 就是amnia hypamnia index amnia就是不呼吸 hypamnia就是呼吸不足的一個index 就每個小時發生幾次 那成年人是這樣 一個小時五次以內叫做正常 然後五次到十五次是輕度的 十五到三十是中度 超過三十四就是嚴重 超過三十四你可以這樣想 一個晚上有兩分鐘有發生一次堵住了 那幾乎都不用好好睡了 所以這個就叫做比較嚴重 那這個是我們在測量 這個人有沒有睡眠呼吸障礙 一個很常用的一個指數 比如說你去做一個睡眠檢查 做完了 那其實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今天在討論睡眠的測量 慢慢就會歸到什麼 好像很多都會聚焦在做睡眠呼吸障礙 這件事情 為什麼 這是因為這件事情引起的這些 併發症實在是太常見 什麼併發症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看 你看睡眠呼吸中止的併發症到處都有 哪些 你看 這樣列出來你就會發現你周圍可能一堆人 比如說高血壓控制不好的 吃藥都吃不好 血壓怎麼 有在吃藥血壓都還是起起伏伏 有八成 然後心血管的問題大概有一半左右都有這個問題 糖尿病有35% 就是說你是糖尿 100個糖尿病的病人有35個左右 很可能他本身就有睡眠呼吸中止了 那胖的人就更不用講了 有一半都可能合併會睡眠呼吸中止 然後慢性腎病 現在甚至認為那什麼 脂肪肝也跟這個有關係 睡眠呼吸中止的缺氧 會導致身體容易堆積脂肪 內臟脂肪會變高 那還有什麼 夜尿 晚上起來小便的人 大概有一半是睡眠呼吸中止造成的 各位同學應該很少有這個問題 可是你回去問你的爸爸媽媽 你的父母通常大概四五十歲以後 六七十歲年紀越大 夜尿都會越多 那很多人都會認為 那夜尿不是腎臟膀胱的問題 那男生認為是攝護腺的問題 那實際上為什麼會有一半是這個關係 你們以前高中生物 或者以前有沒有念過那個 心仿利納基礎 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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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我們可以這樣思考 為什麼夜尿有關係 當你今天晚上睡覺堵住了沒辦法呼吸 一個晚上超過兩百四三百四 停止呼吸的時候 你的肺裡面的氧氣 肺脹的氧氣會偏低 肺脹氧氣只要偏低 你肺部的血管就會收縮 那心臟是打到肺部是哪邊的心臟打過去的 右心嘛對不對 右心打到肺部 然後再打回左心 左心再打到全身 所以右心要打到肺部的這個壓力會增加 所以右心防右心室的壓力會增加 那再來呢 當你吸不到空氣 因為你喉嚨堵住了 吸不到空氣 你會做什麼事情 你會掙扎著要用力呼吸 那你要用力呼吸 會發生什麼事情 空氣進不來啊 所以胸腔會形成很大的負壓 這個時候你的venus return 就是說 血液從你的四肢的血液會大量的回流到哪邊 還是右心嘛 所以這個對右邊的心臟來講 就會造成什麼 他會什麼 嚴重的衝血腫脹 就是說他要打到肺部打不出去 又大量的回流 所以他壓力大幅增加 身體會把這個現象什麼 我們簡單來講 我都這樣跟病人講的 身體就把它誤判成水分過多 他以為你喝太多水 實際上不是嘛 是什麼 是因為右心的壓力增加 他會刺激AMP的分泌 所以就會製造一堆小便 這個就是夜尿 所以光用這個標準去問 年紀稍微大一點的 晚上小便的人就要注意 有一半的人是睡眠呼吸中止 所以你可以發現 這個比例是比你想像中還要高 那失眠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大概有一半的人 那我們如果來看他的盛行率是多高 這個是國外的分析 其實國外他們 其實東方人的鼻腔的結構比較下載 所以阻塞的情況更厲害 這個是一個2017年的一個meta analysis 就是說很多研究 合併在一起評估的話 我們剛剛講 AHI超過5以上 男性60歲以上有9成 女性有7成8 也會說那不是幾乎都有的 那我們如果說標準放嚴格一點 中度以上一個小時15次以上 男性也大概超過一半 女性大概超過三分之一 最簡單來講 可能全台灣2300萬人口 搞不好有超過好幾百萬的人 都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說好 那既然說這樣 那我們就到醫院做睡眠檢查 我們就測量 你有沒有睡眠呼吸中止 其實全台灣的睡眠檢查床不到300張 其實北醫的三個醫院體系加起來 就也佔了不起 就20張左右 20出頭而已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這麼說 假設有幾百萬人 你每年再怎麼做呢 了不起超過6萬到8萬個病人 可以做到檢查而已 所以這要怎麼辦 再來就會發展什麼 我們要去測量睡眠 我們就會發展所謂的什麼 居家檢測的 所以呢 在1994年 有人就開始把它做分類 做什麼分類 就分一二三四類 第一類就是我們剛剛看到在醫院的檢查 完整的檢查 有睡眠祭司在旁邊看 第二類呢 跟第一類檢查的內容一模一樣 只是沒有睡眠祭司 那第三類呢 簡化很多 我就不用那麼多的缺 大概四到七 一般就是有一個氣流 有一個胸腹帶 看呼吸的模式 然後有沒有缺氧 還有測心率 那第四類更簡單 基本上就是有一個測血氧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 現在的話就市面上就非常多了 非常多的儀器 這個都叫做第三類 在國內也非常多 所以那基本上呢 要測量的就是這些訊號 就是測量這些 包括什麼 有心率 Hard Rate 還有呢 這個 這個什麼 Impedance指的是什麼 他是用一些呼吸的一個主力 用一個帶子綁在胸腔 看你呼吸的模式 然後再來就是呢 這個Sermist是測什麼 他實際上測的是在鼻子 撞一個管子去測你的溫度的改變 那就是你的 因為我們吐出來的溫度會比氣溫高一點 所以我們就去看他的這個 這個的溫度的變化來看他的氣流 然後再來就是測血氧 那當然另外一個分類呢 是什麼 他叫做Scoper Scoper Scoper 那代表就是六個不同的東西 這個代表哪六個不同呢 第一個 看Sleep的Stage 當然最好的就是用腦波 那不行 就會用一些其他的 比如說 Etic Graphic 就看活動量 因為月手的睡眠 Rain Stage 他就會幾乎不動 所以很多帶什麼運動的手錶 為什麼可以測睡眠 他看的就是你的活動量 那再來呢 Cardiovascular 看的是心率 心率有的是透過一些 比如說呢 你測血氧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Hard Beat 會看到心率 這個都是代用的 那直接 那再來就是測氧氣 然後Position 就是看身體的翻身 因為現在這些東西 貼在身上 他都會透過所謂的G-Sensor G-Sensor 就是各位同學 手機上面 為什麼可以看到晃動 他的在空間上面的位置 我們是可以去測出來的 然後呼吸的Apple 大部分都是看你一個帶子 綁在身上 然後再來就是看你呼吸的氣流 在醫院是用一個鼻管 然後有一些就是用一些其他的東西 用溫度的改變這樣 所以這樣子的簡單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幾個訊號 那你說用這樣子的 檢疫的測量 能不能當作睡眠呼吸中心 是不是一定要在醫院做 這個東西實際上 在美國睡眠醫學會 現在全世界很多都follow他們的標準 我們在台灣地區也是這樣 簡單來講就是說 這個透過所謂的Type 3 第三類的居家睡眠檢測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這幾個訊號的時候 針對所謂的單純的睡眠呼吸中指 不是複雜的一些睡眠的問題的時候 是可以當作診斷用 並不是說我居家檢測只是做篩檢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 那你說到底能不能用準不準呢 實際上在去年就有一個研究 他們就來證明這些事情 他們就找了什麼 找了一群人 找了大概300多個人 然後分兩組 那用什麼東西做檢測 一組就是用居家的檢測 剛剛講的這種檢疫型的居家檢測 可以看到一些資料 就是左邊的這個是居家檢測 那右邊就是在醫院做的 標準的完整的測量的檢查 然後比對就是20家診所 跟6家專科的醫院 然後把病人隨機分兩組 那做什麼呢 那你說醫院當然就是 就是詳細的檢查 確定要不要帶呼吸器 有呼吸中止 要帶呼吸器把喉嚨撐開 讓他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 這個我們帶實踐的關係 沒有時間細講怎麼治療 不過他比對就是說 應該帶呼吸器的人 透過居家的檢查 找出他有這個問題 當然就帶呼吸器 那診所治療就是透過這個檢測 很簡單 他測出來的AHI 超過20就是帶呼吸器 低於10 一個小時10次以內就不用帶 然後10到20 就看年紀55歲以上就帶 BMI35以上也帶 這樣很簡單的 這樣根本就不用醫師判斷 就是狗一狗就決定了 那這樣的結果 他們就比對6個月發現了 這兩組人使用呼吸器的比例 跟他們使用的時間 兩組是沒有差別的 然後再來呢 治療的效果兩組也沒有差別 簡單來講 他就用什麼 那個ESA是什麼 就是剛剛講的 F-Wall sleepinging scale 就是看白天試睡程度 他們通常他們認為是減少2分 就叫做有進步 可是實際上兩組都減少6分左右 所以叫做什麼 治療效果都不錯 都不錯 那唯一差別是什麼 錢差很多 在醫院專科醫師又做了這些檢查 要花900多歐元半年 那在家裡的居家檢測只要花400多 大概差了台幣大概15000到2000塊 所以這個呢 這個我們的健保主 大概最喜歡這樣的結果 簡單來講就是說 一樣只是一樣可以達到治療的效果 可是你可以用比較低的醫療的花費 所以再來就會牽涉到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有很多測量 現在就很多就開始跑出來 你如果去看 尤其現在 現在那個人工智慧 穿戴式裝置 居家檢測 雲端醫療 智慧很多 所以現在這些東西越來越多 比如說這個很簡單 就是一個東西貼在喉嚨就好了 他只要測聲音 還有測你的活動 這個跟在醫院的比 實際上就有不錯的一個效果 那或者呢 他貼一個麥克風 然後呢 有一個G-Sensor 這個呢 也可以呢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要看什麼 看你的有沒有睡眠呼吸障礙 這樣很簡單的話呢 也可以達到一定的篩檢的效果 那還有呢 也很簡單 用基本的東西 比如說一台手機 然後呢 一個血氧的偵測器 然後還有一些問卷先校正過之後呢 將來看 還有看它的活動量 這樣的跟睡眠呼吸中指 底下那個圖 這個是跟標準的比對的AHI的比對 相關性也很高 那還有就是什麼 很多戴在手上的 你看喔 這些研究都 離現在都三四年了 現在當初都還只是研究 現在都很多都變成是 你 所以現在你去 你在那什麼PC Home上面看到 運動穿戴有沒有 點進去就一堆了 幾十種牌子 幾十種牌子 其實因為這方面的研究 我們從好幾年前 我們都一直在做 過去一開始的大家這些都賣得不好 那現在把它把它放在健康跟運動方面 這樣就越做越多 而且這個技術越來越進步 就是省電的效果 還有呢 偵測的訊息越來越進步 所以現在就變得很普遍的東西 我們問各位好了 這是 這個是那個 iPhone的一個軟體 各位有人用過這個軟體嗎 這一類的 這是什麼 它是一個 就鬧鐘嘛 這個alarm clock 這個實際上是日本的一家公司 他們在很久以前 那時候還沒有iPhone的年代 他們這個鬧鐘 特色在哪裡 各位都有這個經驗 你早上六點起床 那常常有時候醒過來 就還不錯 有時候精神很差 就鬧鐘關掉 就繼續睡 那飛起來不可怎麼辦 就買好幾個鬧鐘 越放越遠 這個不行 那個那個那個 當然有各種方式 有的說什麼一定要回答數學問題之後 然後呢 鬧鐘才會停止 還不只一題 還要答對好幾題 各種方式 無所不用其極 希望你醒過來 能夠真的醒過來 免得該念的書沒有念 或者是 或者要出去玩 來不及遲到 或什麼的 這個是什麼 他這個鬧鐘 當初發明他做什麼呢 他會去放在床上 他去偵測你的什麼 你是不是進入潛睡的時候 就會醒過來 你在潛睡的時候被叫醒 你能回到Stage 1 Stage 2的時候被叫醒 你比較容易醒過來 如果你剛好在 Non-RAM的Stage 3 或者是在RAM的時候 你是很難被叫醒的 不容易被叫醒 那你覺得他為什麼有辦法偵測這件事 他怎麼知道你在什麼 他有沒有做腦波 他說做什麼 他實際上就是測你的晃動量 所以這種鬧鐘 那既然測晃動量 一個鬧鐘擺在床上可以測 手機也可以測 所以同樣這家公司 他們後來那時候 這個是iPhone在第二代的時候 我記得就有這個軟體了 這類的我也用了好幾年了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定早上6點起床 他會從5點半到6點 不斷的去偵測你的晃動量 然後他會在你晃動量比較大的時候 你大概就進入前 最容易醒的時候 那個週末你叫醒 那你如果用這一類的東西 你真的醒過來 你就覺得精神真的稍微 會比較好 起床的會比較甘願一點 不會覺得還是很想睡覺 所以這裡就牽涉到穿戴式裝置 那穿戴式裝置當然現在很多 從很便宜的像小米的手環 到比較貴的 或者說比如說Apple Watch 或者說各種的 或者有很貴的 有運動的又加上各種各種的偵測 那各位覺得穿戴式裝置到底 到底準不準 到底好不好用 如果拿來看睡眠的測量的話 各位同學認為 有用這種穿戴式裝置 再進入睡眠的舉手好了 不多 還是不好意思舉手 OK 好 其實我個人都會鼓勵我的病人去用 那他們說這個準不準 我說他不是很準 可是他可以自己跟自己比對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這是我實際上的一個病人 他就帶一個運動的手環 他有厲害的睡眠呼吸中止 那我們會看到紅色的那個 就是他醒過來的時候 就會醒過來 那當然啦 為什麼會醒過來 因為他睡一睡就堵住了 呼吸不睡就不斷的覺醒 不斷的覺醒 然後他只做了幾件事情 睡前不要吃東西 然後要去運動 還有什麼 嘴巴貼3M膠帶 這是什麼意思 當然要鼻子沒有鼻塞才行 你鼻子鼻塞就不用呼吸了 我們簡單來講很多人睡覺 睡前吃東西 你的胃痠 只要刺激到食道的迷走神經 會讓你鼻子充血腫脹 你睡覺就會髒口呼吸 那髒口呼吸 嘴巴一打開 舌頭很容易掉到後面 就會堵住了 堵住呼吸不順 你就會不斷的醒過來 或者甚至會有呼吸中止 會有缺氧的問題 所以嘴巴打開 也是另外一個常見的原因 有時候一睡早放鬆 所以把嘴巴貼起來 實際上是真的有差別的 那你說準不準 沒關係 我們是看相對的結果 自己跟自己比較 那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幾乎睡覺就可以一覺到天亮 就不會一直醒過來 所以這個是可以當作評估的 所以現在也有很多 包括什麼 一條袋子擺在床上 看你睡覺的時候翻身了 據說這家公司 現在好像被那個Apple收購去了 所以未來 他們一定 他們私底下一定在做很多很多研究 未來他可能就會結合你的手機 結合如果你有Apple Watch 然後再放一條袋子 這個很可能就可以當作睡眠一個很好的測量 那我們自己也有在跟這家公司做一些研究 它就是一個貼片很小 就像一個隨身碟大小 它可以測什麼 它可以測你的心率 它實際上可以測你的心電圖 然後它有G sensor可以看你的翻身 簡單講就是說 過去人家就有做研究 當你睡覺出現呼吸中止的時候 你的膠感神經就會興奮 心跳就會越來越快 快到一個程度 除非你恢復呼吸之後 心跳才會降下來 才會恢復正常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Pattern 一個模式來看有沒有睡眠呼吸的問題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會看什麼 因為貼在身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呼吸的起伏 所以我們就來看 左邊就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左邊這個圖是這樣 最上面是Airflow 就是在醫院做檢查的氣流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血氧的變化 那第三個是Heart Rate 各位會發現 沒有氣流的時候 Heart Rate會衝上來 有氣流的時候才會降下來 那 右邊的那個圖是什麼 右邊這個圖 我就不是看心電圖了 我看的就是我貼在身上 就會呼吸會起伏 所以我呼吸有起伏的時候 我們就去看 實際上這個有一個SYZ軸 SYZ軸的這個起伏的幅度 會跟這個Airflow是有相關性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一些 人工智慧的一個演算法的一個 去做什麼 去做一些把它分類到 到底有沒有呼吸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根據心電圖 然後這個是根據呼吸的 這個胸部的起伏 那這樣去算出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有做一些研究發現 這樣子的一個比對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個同一個我們來看這個圖 同一個人 底下的這個圖就是這樣 他一個晚上的睡眠 各位可以看到 灰色的就是心慾有不正常的起伏的時候 藍色就是胸腔有不正常的起伏 那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這個不正常的起伏 其實它有沒有完全都同時出現 沒有 有時候是心慾有出現 有時候胸腔的不起伏有出現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你呼吸有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沒有表現在心慾那麼清楚的一個pattern 我們把它認定有問題 那可能還是有問題 可是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他有時候表現在胸腔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你呼吸有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只是看到胸腔沒有起伏而已 可是心慾呢 心慾什麼 心慾沒有明顯的表現出那個特徵 那有時候反過來 你心慾有特徵了 可是你呼吸可能還沒有到那麼厲害的停止 所以我們就把它判定成 胸腔的起伏是沒事的 那這樣的結果就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統計 那你們覺得要怎麼樣來看 會比較能夠代表實際上的 那我們就可以取這兩個的訊號的連擊 我有時候 反正只要有我就算了 兩個同時都有我就算一次就好了 那我們真的做統計 我們大概統計的將近119位 將近120個病人的結果是什麼 上面的那個圖 上面就是只看心慾的變化 產生的呼吸的事件 上面的這個相關性這個R值是0.75 其實0.75已經很高了 所以P值是小於0.0001 然後第二個是看什麼 只看胸腔的起伏呢 它跟在醫院 在醫院的就是做氣流的比對 就是直接測氣流 直接測有沒有符合這個AHI 相關性也很高 可是如果把兩個合併在一起 把這個心慾跟胸腔的起伏兩個合併在一起 我們就發現它相關性是最高的 這代表就是說 這個即便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貼片貼在胸腔 我們去測這個人的睡眠呼吸障礙也是可以的 那當然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就是我沒有秀更多的圖 後來我們真的就統計出來了 有很多病人是因為在醫院做檢查 干擾太多 所以低估嚴重度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剛剛同學有提到翻身的問題 在醫院不好翻身 所以高估它的嚴重度 所以最後這張實際上是講 如何評估睡眠的品質 或者做睡眠的測量 現在睡眠的測量從很早期的是什麼 主觀的問卷在醫院做睡眠的檢查 現在已經慢慢進展到居家的檢查 檢疫型的檢查 甚至一些穿戴式的裝置 所以現在這個跟過去我們講睡眠的測量 已經不再是問題 據說你覺得睡得好不好 不過我們現在常常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訓練一個人工智慧的系統 可能是先問你睡得好不好 來訓練這個系統評估的準不準 現在實際上也會是這樣來做 那我們今天大概跟各位講到這邊 那不知道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就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